有了有了有了 你是老师 喂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大爷的玉子王 大家好 我是李宗 大家好 我是大爷的玉子王 大家好 我是大爷的玉子王 再次来个的讲床作为大爷主创 其实 现场有很多 是不是也看过包括 博博老板和万博敏其他的作品 看过 掌声来告诉我们有多少人看过 其实我也是看了很多制片作品 我觉得这部作品是不是有同感 就有一些 比如开头 有博博老板那个味 就是还有一些之前作品的元素在的 但是也有很多创新的地方 所以我本来 我之前咱们在做活动的时候 就做直播的时候 我参访各位 觉得是一个很欢乐的一个剧组 没想到看完其实还是有点沉重 然后有的时候有点小温小感动的 元素很丰富的 那么想问一下我们的流浪 龙师哥 怎么平衡这个悬疑的元素 和这个喜剧的元素 就别把他当中主体 把他当中元素就好 对 可以点缀我觉得就挺好 那在整个影片的风格和定位上 是怎么讨论的 我们的标签就是 圈语细菌 好 谢谢 谢谢 问一下两位主演 这次挑战这样的一个角色的话 有没有什么 觉得困难的地方 怎么理解自己在配中的这个角色吧 有没有困难的地方 没有 现在是你们必须希望的风格 美苏就把这个问题赶给我 我请求助一下尹诚哥 有没有觉得这个有困难的地方 我有啊 他不让我笑 在现场他老不让我跟别人交流 因为李嘉辉跟大家都老不在一个频道上 大家说城门楼子他就老说那什么 然后呢 就大家永远都不在一个频道 所以然后就不让我交流 也不让我笑 好的 那我这几个问题是抛砖引玉了 大赛的问题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是不是 稍安勿躁 因为今天好像有一位特别来宾来到现场 我刚刚一直在搜索 因为光线太像没搜索到啊 沈童老师还在吗 在哪呢 能不能 哎呦在这儿呢 在这儿在这儿 您家的口罩也太严实了吧 怎么都找不到 我这也不是什么特别来宾啊 我就是这个 隐重这个本韵老师的这个粉丝 看完这部电影也成了直播导演的粉丝 是的 您跟我们那个隐重老师 还有本郑老师跟叶口说过吧 来点击一下 这次他们俩在这个电影中的 演出怎么样 我也没什么资格点击他们了 我就说看完这个电影感受吧 嗯 其实我今天下午是有事的 我特别不想来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就是说看完管饭 哈哈哈哈 看完管饭是吧 还是导演管饭吧 今天 来 来了之后 我就 嗯 我就觉得真的是一次很好的学习这个过程 嗯 我也从来这个 不说假话啊 我觉得导演对这部电影的 嗯 比较熟并不高 我觉得 就是 电影的自破一剧这个旁白 嗯 好像说这个电影的这个 票房 不管是怎么样 但求这个电影能留下一个 那我觉得 电影能留在一个史上 这是肯定的 我觉得电影的票房也一定会好 祝电影的答案 谢谢陈老师 陈老师 导演 其实您也是一位新进老演嘛 然后多评价一下我们这个 小爱景台 我们留到的这部 云幕的处女 呃长篇的处女说好不好 哈哈哈哈哈哈 从导演的角度来对话导演 自愧不如 哈哈哈哈 您也太谦虚了 听说您今天 是一个特别成熟的一个老人 啊 您觉得您还太年轻了 还不够 还不够什么 哈哈 您今天是不是还带了一位 特别来宁来 没有 差不多继续来的 哈哈哈哈 今天是不是我们电影监制也会给我们把它招呼啊 懂吗 懂吗 你们知道电影监制是谁吗 现在在吗 他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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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谣言 啊我们看一下大屏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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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不过我们联系一下我们的 韩汉老师 高 是的 我们电影的先是就是韩汉老师 我们稍等一下 卧 卧 卧 哈哈哈 一句能听到我说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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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句都没听见 我们处理一下人气数问题 没事没事我刚才 就听沈南老师在那一直在那说 但是我已经老鼓了画面了 如果听见的话 跟我们的亲友朋友们打个招呼好吗 大家好大家好 现场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韩韩 然后这个片子 因为我已经 我在上海此刻 因为我明天有一个工作 所以特别遗憾 没有办法过来 我看到本歌 看到那个老颖 看到本玉心情特别的激动 紫默导演你先等一等 这一趴你先等一等 我就想起了以前 咱们拍《非识人生》的那会儿 特别的那种 哎呀千言万语 现在是直播吗 对了 现场有大概两千位观众在看直播 是直播 是直播那我已经坏了不说了 反正就 就很快了 然后呢 我觉得 恭喜紫默导演 我觉得片子特别棒 希望大家可以喜欢这部电影 嗯好 谢谢韩韩先知 那请问啊 在这个先知过程中 这一次有什么样的感受和收获呢 这次的合作 跟以往相较的话 我觉得就是导演非常的有才华 完全是他的自我表达 然后呢 我相信他以后会有更多更好的作品 然后看到 像老影啊 本月啊 还佳佳很多很好的演员在里面碰撞 其实对我来讲 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的机会 嗯 刚刚沈能老师 我希望他演评一下两位主演的演技 呃 怎么样 他没怎么说 您能帮帮他吗 他 他为什么没怎么说呢 觉得自己太年轻了 是吗 嗯 嗯 那我就说一下那个 本玉和老影吧 然后我觉得片子里面 他们两个都是让我 就特特别特别感动的 嗯 尤其是最后 这个我写的这个歌词的主题曲 想起的时候啊 让我更加感动 那么还要暗藏私货呢 那在这样的话 其实 呃 您跟沈昌老师最近也有一些 这次在合作 对不对 那您就借这个机会 给我们两千位正在观看 时播的朋友们 也给您自己打个广告 好吧 好嘞主持人 你们在一起 每句话我都没听清楚 好 记住原因 那我们这次就打广告 让现场的陈老师来好不好 那我们连些就到这里咯 哎 好嘞太棒了 这句话我听清楚了 哈哈哈哈 原来是故意的 好 谢谢韩老师为我们 杨明立万掌头 谢谢 谢谢大家欢迎 谢谢 拜拜 拜拜 他顺务好听啊 他顺务好听啊 他顺务好顺务 好的 谢谢 喂 喂 好 就是一个很有爱的团队啊 好 那我们下面把提问环节交给我们的媒体和现场的影迷朋友啊 我们先有请到影评人罗网吉好不好 来 罗网吉老师在吗 罗网吉老师在吗 来 可以站起来 喂 大家好 喂 我就说一下我靠这个电影的感受 我靠这个电影的记忆反正 特别想推荐给我的编剧好多 因为这个编剧真的是太酷了 我就我认识到好多编剧 所以人家这个电影主要是这个真具一张 那么关注人物 然后那么在意真相 然后那么的努力 然后就拿着非常少的钱 然后大家又说我还不在 那今天这么重要的活动 都没让人家来 就觉得挺不宗典的 所以我觉得我 我觉得看到这个电影的时候我就觉得 就是我觉得大家一定要爱护电影的环境 保护真实编剧 然后 然后我觉得这个电影 然后追到这个电影里边有 一些迷影像的感觉 然后还有一些 不可以过于深入地去解读的一些故事 然后我觉得我的编剧朋友应该都会有些事情 然后我觉得我想跟导演的一个问题就是 就是您这个当初为什么要 因为整个会想排这样一个新做主题的人 是能做 别人是能做什么 最后向导演提了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之前 关注一些社会新闻 就觉得自己能做的事情有这么多 如果身边自不量力的人多一点的话 我觉得大家看到彼此应该会比较的 就是希望能给他一些力量吧 谢谢 然后刚才 其实今天上午 我就跟电影见面了 我想让他过来 但是他说 干嘛最美好的时刻留在手里 对 好 谢谢 谢谢有因子模导演 好 我们还邀请到搜狐娱乐的媒体朋友 好 看一下话筒 好 其他的观众朋友 你们有什么问题想提问的 做好准备 还有想分享的 有谁 各位主唱 大家叫我好 然后我今天看的电影 就是感觉非常喜欢 然后就是 最后的那个反感 我也觉得非常的惊奇 还有就是尹童老师 最后那个 就停住的动作 让我觉得感觉 就给整个电影的 那个场景就感觉 然后情感 人物情感 故事都奏滑了一点 然后我想问就是像 刚才沈童老师之前也到了现场上 刚才沈童老师 也就是很精确就是 清明就是老影 想问您这次应该是跟他们 是第三次所做的吗 就大家都说 您是不是就是 沈童老师 还有沈童老师 还有沈童老师 那就是像您这么多 就是有大家的经历吗 就是 您觉得就是相对于就是 比如说跟沈童老师 比较熟悉的 马迪 也还有贾玲老师 他们就是您有没有觉得自己 跟他们有什么优势 能就是 作为他们最宠爱的男人 哇搜狐娱乐真想问 我我相对于腾哥 包括韩寒导演 就是 理解啊 我最大的优势就是 我能跟他们合作 他们就是 没办法跟像他们一样的演员 哇 感受到以前的事情 谢谢沈童老师 谢谢沈童老师 谢谢你喜欢 谢谢沈童老师 谢谢沈童老师 不是 刚才一直没机会 真的 谢谢童哥 谢谢童哥 真的谢谢童哥 有拍到吗 这个充满爱心的一个动作 好 谢谢 谢谢沈童娱乐 然后我们要邀请的是 猫眼电影的美体老师 好 再见 其实想问一下 尹童老师 因为我之前看见微博说 你已经看过这件事 然后说感觉 为这部戏做的 就是更给 没有百度 所以想问一下 大概更给了多少钱 或者就是 为了尹童老师 或是这样一个 失忆给这个状态 才做了哪些其他的准备 是这样的 首先就是 还是要感谢 我们有这么好的剧本 因为你没有剧本的话 你就没有这个角色 这个肥胖的问题 其实是一个顺水推舟的事 哈哈哈哈 因为他是这样 刚刚进组的时候 不会一胖 对 因为刚刚演完一个农村的孩子 特别胖 那个是纯农肥 然后就进了组 当时导演 就是一开始说减肥 由于我个人的就是 年纪就是 一个循环也不特别快 加上时间紧迫 所以这个效果不佳 导演灵机一动 就是说那你干脆你再烫点吧 他说因为这个人 他是一个特别诗意的一个编剧 他天天也没什么活干 挺可怜的 天天追求真相 原来是个记者 还有更重要的 他酗酒啊 然后就是 那就多开心 吃着谁不来也吃 光吃不动才改的 就开始吃 然后就是把导演 也就是说胡茶的什么的 都安排上了 把这些人就是往特别 往黑了 哇 警门往生的话 就把他往操了弄 弄完之后 还有另外一个是 我们拍的时候 当时因为 他不是一个大罪的人 他是一个有酒精反应的人 但是酒精反应吧 不好演 起码我不会 因为一个喝酒的人 他永远的失足 保持清醒 但是一个清醒的人 他去演一个醉的 他永远在装糊涂 这个是法的 后来我就跟导演商量 导演就同意了 就说那要不然这么着 你在现场就真可 就喝着 就把他演下来 要不然你天天就在那想 哎我醉了 我们疑惑 其实是 你就没有其他的地方去 比如说去感受本欲啊 感受其他所有的老师 就是 因为就不对 他就 不够被动 不被动了 就不好玩了 所以就是 这个就是您说的 那个 除了 盛水飞桌的回忆汤之外 做的另外一件事 煮了一个伙食怎么样 奶奶应该不错 嗯 还行嘛 还行嘛 对 Q导演说 下次伙食要提高了 好 其实 说到这个身材问题啊 我想到我身边的朋友 都觉得 本欲哥其实是 万和平一身材最好的男演员 那为什么这次没有露身材 哈哈哈哈 其实很多的情绪是可以露一下 对不对 为什么没有 因为水神棒和天一身材 哈哈 好 特别低调生气啊 好 来我们刚刚电影们也说了 其实有的时候 观众比创作者更高频 那现在我们就把提问的机会 交给我们的影迷观众朋友们 好吗 这边这个女生特别惊喜 来 谢谢 老师好 就是 就是我 我有点 非常激动 然后 因为谁 因为大家所有人 因为我是 从第三年 就上初中开始 就非常的喜欢 万和平一 然后 开心玩会儿也是 那个时候就 哈哈 哈哈 然后 对 晃晃老师 也是那个时候就非常喜欢 然后就是到现在我已经大二了 我现在就是因为对各位的影响 让我成为了一名学电影 戏文专业的学生 哇 哇 就是 我非常地开心 然后就是 呃 也一直在学习喜剧 然后我可能就是 没有像各位媒体老师一样那么 就专业 然后我就是一个粉丝 然后就努力地成长 然后就是想 因为我非常想看这个片子 已经很久了 就从您 呃 就从猫眼上说 它理想的 还是 就非常想看 然后 就是我前天 就是 看到这个活动可以来 我还在梦里 给自己演了一版 但是 您拍的比我梦里的 好多了 我说 哈哈 对对对 然后 呃 就是说 就是 我的意思就是 你们觉得可以影响很多的 呃 呃 呃 像我一样的人 对 然后 刚才电影里说到 我也 叉叉是一个有良心的艺术家 呃 当时我的眼泪一下就出来了 然后就是希望 如果导演 如果导演 可以继续 他的跳行一定会好的 相信我 就是 您可以 继续在导演这条路上走下去 哈哈 哈哈哈 谢谢您送出来的器具啊 呃 这样吧 呃 您刚刚喜欢的那个 公司很多 喜欢这个 主创演很多 我们要一位给你送上 拍给你的器具好不好 你希望是谁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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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大波 我以为是沈腾老师 哈哈 哈哈 哈哈哈 可能送上一个 因为你 然后走上这个 仪式创作道路的 一个 不同观众吗 送上一个记忆 哦 记忆 哦记忆啊 哈哈 我就是记忆 哦记忆啊 没有 就 想 做一个 有良心的艺术 哈哈 哈哈 好 谢谢刘大 好我们再邀请观众 邀请一下后面 后面是有剧手的吗 另外 倒数第四排 去翻牌 这边的作品 好你直接站起来吧 我们今天应该不够他 好 你想提问谁还是想分享 各位主持人好 就是 我想提问一下尹正老师 首先你可能 连的有点远不太认识 不太认得出来我们两个 就我们也认识 第六年了吧 从15年到现在 哦 从什么时候 从15年 15年 你的第一届生日会 我们两个就在了 哦 就是你 你就是那群小富婆的行为两个是吧 哈哈哈哈 哈哈 谢谢你们啊 哈哈 好 反正 嗯 我先问问题吧 就是我想知道 最后那个角色在 就是 李嘉维他在停住的那一刻 他心里是在想什么 你认为 嗯 你在演的时候心里是在想 我想知道是不是跟我讲的是一样的 哈哈 哈哈 妹妹你把这个问题提高到另外一个层次 哈哈哈哈 哈哈 是这样的 那个时候 往往我认为 你不需要去想什么东西 但是最重要的是 你给观众表达了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嗯 最重要的是你在想什么 但是我们想表达的是一个 是什么样的东西呢 大家都在特别 在整个的创作过程当中 似乎李嘉辉是最勇敢 那个勇敢的李嘉双领号 也是最鲁莽的一个人 大家似乎都在保全自己 但是到最后 大家都变得异常的勇敢 李嘉辉似乎是一个永远他非黑即白的人 当他最后他 无论怎么样的时候 他那个手没伸出去 他证明他有了褪变 他有了改变 齐勒山用自己一条命 到最后 他要守住这个秘密 那为什么李嘉辉不能把那手 不是故意 对 我也讲得差不多吧 这都是爱 你说也说不清楚 我还要说两句就是 我们两个应该算是因为 追星追你的时候 就是受到一些鼓励吧 然后现在也进入了船内圈 我也希望 我们能和你在更好的地方相见 谢谢 谢谢 分享李嘉辉老师给李嘉辉伯 我们带来的正能量的故事 谢谢 就是 我说五年了还能坚持住 确实不容易 谢谢 我轻轻努力 你们进了这个圈子多受累 好的 来我们再邀请 好 最后一台中间这位 应该是女生 唱青啊 这个 讲说那一段小鞋 其实 你其实最后说 那个抱点上说 约南的两宫 约南的船 然后那个 两百人遇难 说有 这个时间有拍电影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 其实最后是一个悲剧 是不是这样的 呃 你们作为观众的节目 肯定比我们更高 谢谢 然后沈唐老师我非常喜欢您 我们就把这个当作两部电影的互动好不好 因为我们四海好像在上一个宣传片里面 最后还吐到了我们的两个地方 所以感谢四海对我们的宣传 好 我们再邀请一位 写天的吧 中间这位 再拍拍视频的这位 呃 别说 准备八百字的稿 浓缩到一句话 我一句话肯定是不肉的 好 那我们要请下一位 喂 就是想说 刘晓晓老师 真真的太想念 我也是从外面那种到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 变点镜那个造型 还是喜欢提摩导演 那个时候我上了早中 现在我上学机的印象 呃 跟着我老板第二季到羊羽肉圣一万 5年多了 太想想 嗯 然后其实有有几个问题想问导演 就是其实最开始的一个电影 是这样一部电影的单身 哦对是这样一部电影 我觉得这个名字改得非常好 就是万活天宜万片造我原本一万 造我一个万字 那因为是我们那个制片师君君想到的 他就觉得 因为我们这台词里边正好又有《一万》 然后这帮电影一开始过来追寻的梦想 其实也是《一万》 但只不过最后他们实践梦想的这个途径 是另一种方式的《一万》 所以我觉得这点都很契合 所以叫《一万》就很好 你也已经会《一万》 好谢谢 我们就把这句祝福送给我们所有主唱 也送给我们这部电影好吗 谢谢您的提问 谢谢 好我们时间有限 我们最后来一个全场大合照好吗 来有请我们主唱来到我们的第一排 然后我们的盗梦观影团好像有小礼物 送给我们的主唱们 有请我们的盗梦观影团 有请我们所有观众可以把主唱来起来 然后这家合影的话可以在我们的盗梦观影团 我们的盗梦观影团